大家好,我是Rock 那今天要帶來一個開箱影片 不過今天這部開箱影片 並不是我無所不了 或是那種正式的開箱影片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 並不會 上任何字幕,只會有一些字卡 可能我連字卡都懶得上 那今天會拍這個開箱 單純只是因為 隨著這個時代在移動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拍一下而已 那總而言之今天我又跑去唱片行 唱片行 唱片行是什麼 那就是我又跑去唱片行買了四張CD 那基本上我今天都是買米金選士的 因為 最近都在追他的專輯 那我買了四張啦 可是前面這兩張就比較 沒有什麼特色 就是這個Loser No.9 跟Official Orange 我還沒開啦,不過這個不是我目前開箱的重點 喔對,在這邊要跟大家呼籲一下 我拍正式的米金選士開箱 或是關於米金選士的專題 必須要等到我擁有所有的專輯 跟所有的單曲 跟一個怪獸圖鑑的 新裝版之後 我才會考慮做 這一個系列 對,我是說考慮喔 所以代表我不一定會做 零多可能做個開箱,做一做就好了 好,再來看就是我們今天比較正式的主角了 就是米金選士的新專輯 Uma Toshika 那這個的話就還沒有拆封 所以大家等我一下吧 喔,順帶一提 我實在不懂 為什麼台灣都不會進那個 初回限定盤 所以我現在買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日壓的齁 如果說台灣一張單曲 可能賣個一兩百塊的話 換成日幣的價格就差很多 因為這邊小哥府一下 因為日本的那個GDP比較高 所以他們賣的東西 就會比我們台灣這邊 大概貴個兩到三倍吧 然後他這邊有寫一些就是 取名跟一些東西 他就是有寫在這邊 那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貼在磨上面 等下我再想辦法把它弄下來 因為這些貼紙我都最後還會貼上去 他這次的包裝好白色喔 然後這後面有一個馬路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附的那個 哨子型的那種什麼項鍊 這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拿來吹 等一下來試試看齁 對了 他們有一個特別的店鋪特點 是你一定要去實體店裡面才買的 就才買得到的 好像網路上買不到吧 就是這個手環 然後這個手環的話 就是有一點顏色 然後寫著Censio那種這樣子 可是這個非常非常小 你看以我的手掌來看的話 他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雖然說我承認我的手很大 不過他數量有限 所以我能拿到其實也算是幸運吧 好那不管我們趕快來看CD本體 現在這 果然是新的 有點難開 好不管了 只要能夠保持他的完全體 就沒問題了 喔這裡面還有 我就是在裡面 天啊 超多東西 好這個就是他的本體 然後這個拿開來 喔這就是他的項鍊了 欸喔我知道為什麼拿不下來 我這個笨蛋 他後面有一個 那個 那個 透明膠帶 啊 啊好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透明膠帶 該不會也是從日本空運來的吧 嗯它很有價值 好 這個 這上面怎麼還一個膠帶啊 算了我覺得我不要把它弄開好 因為我其實實際上 帶上去也沒有意義啊對不對 欸這上面還寫著Censio那種 還畫了一個馬路在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就是一個很小的哨子的樣子 這個能不能吹 可以耶 哈哈 哇天啊 我多買一個這麼貴的 這麼貴的版本 就是餵一個哨子啊 哈哈哈哈 好啦好像是因為 在Northside Game本身就跟 體育小牛的那種 欸有關係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麼一個關係 因為我也沒看 好啦那這個中間這個被我弄出來的 就是它的專輯的本身啦 一樣給大家看這個馬路 然後後面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它感覺有一種 亂畫的感覺 啊你們可能看不太到 但是它上面有一點 這樣子的紋路 然後好像是摸得到的 我真的不確定你們有沒有看到耶 它字超不明顯的 可能在鏡頭下感覺不一樣吧 我的感覺是不明顯啦 可是我看起來其實是 怪怪的 就是它是 很淡的印上去那樣子的感覺 好那我們打開吧 欸走 蛤 為什麼長這樣啊 我以為CD在裡面 你知道嗎 那 哪一個是 欸 喔 好 首先拿出來這個應該是 裡面有畫東西啦 可是這誰看得到啊 這上面竟然有一個使用說明書 好好笑喔 它有時候這個 這個裡面的這個哨子吧 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 注意事項對 可是 看不懂啊 呵呵呵 它上面竟然還有寫這個東西的成分 它的原料啊 不是成分 ingredient 這樣說都有 OK 這個是歌詞本 我還沒有看過 這個 可是是硬的就比較清楚啊 沒有像那個是硬的那樣蛋蛋 那樣子 喔 這裡面有一個 抽獎的東西是 啊 2020年的演唱會的抽獎 可是 我抽了 我也到不了 我也到不了日本了 只能看 已經會不會再來台灣了 至少他說他會啦 我希望他會 等一下 他的 抽獎期間是 9月10號到9月15號 完美我也抽不了 呵呵呵 好啦那 歌詞本我差不多看完了 我們來看他的 裡面的本身 好了啊CD是不是在另外一層 喔好有有有可以的 喔對阿我看到的 我在 我在盒子裡面看到的就是類似這個樣子 這就是他的CD的樣子 好像跟 通常盤長的一樣喔 好啦我們的 no side盤 就開箱到這邊囉 那 他有兩種不同的出軌盤 應該說米金的 單曲差不多都是這樣 他會有兩種 一種是符合他的單曲主題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我們 比較常見 而且 最多人買的 印象盤 那這張印象盤的話就是 他有CD跟DVD阿 那這是DVD 他收入的是 當即最化為蛋白石演唱會的 Teaser 我不知道Teaser是什麼意思 但是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完整演唱會啦 就 有點可惜 但是不知道之後還會不會有啦 那這印象盤其實我 我有一點疑問就是 他這個 我手手拿著這樣子 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可是他的大小其實很奇怪 首先他非常的薄 所以 他的 寬度一定是小的 然後 跟一般的CD來比 他似乎 又比較窄一點點 然後又高了一點點 我不知道這樣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反正他的尺寸跟一般的CD盒絕對都不一樣 好那我不管啊 我們就來打開吧 OK 哇 這個束縫好完整啊 好啦這個就是我們的 Uma Toshika的印象盤的本體 然後背後的話呢 就是寫他的那個曲名 然後他是 那個下面一些資訊 然後這邊有寫 Uma Toshika的這個紙 看起來很像是用筆畫的啦 欸 打開有兩支路耶 馬路才對 然後他這個 他的 他的 欸 欸 裡面有一個這個 他打開完全體長這樣 好奇怪的 開法 所以CD跟DVD是放在這兩邊這樣子嗎 我猜這個是CD吧 喔 果然跟Nosite盤一樣是套子 欸 這是 這是歌詞本耶 他的封面是不是不太一樣啊 跟Nosite盤不一樣耶 可是裡面的設計 就基本上完全一樣了啦 好像是只有封面不同 喔有啊 裡面有一些 寫的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也就差在 他裡面有寫DVD的東西而已 然後 嗯 一樣有2020年的那個演唱會的抽獎券 可是一樣啦 時間過根本就沒辦法用 我們 把 這是CD嗎 對 這個是CD 那他應該跟 Nosite盤的CD長得是完全一樣的 好那我們把CD收回去吧 可是這個 怎麼放啊 這樣放嗎 好不習慣這種放法 我一開始以為他的盒子會跟這個一樣 你知道嗎 我以為他會跟Lemon的設計一樣 Lemon就比較簡潔一點 但是比較大一盒 就是 打開了之後 然後歌詞本在裡面 然後兩張這樣子 然後CD跟 DVD 我以為他會這樣設計 欸是說Lemon好猛喔 到現在 發售到現在應該已經過了一年多了吧 他竟然還可以買得到 在那個 某些唱片行的架上可能還會有 我還有看到Lemon盤勒 太誇張了 可是Lemon盤我沒有買 因為他有點 有點貴 然後我也買不下手 好 那這另外一邊 我猜就是DVD了 一樣他是用一個CD套把它套起來 是這樣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清楚 那個通常盤我已經不打算買了 應該說他真的太通常了 對我來說沒什麼意義 然後至少 雖然說我覺得他的那個 設計真的很 獨樹一格 但至少他給我的感覺 就是米金並不是隨便拿一個CD盒 或是什麼東西 直接把CD裝進去 然後就欸來這樣子給你 沒有我覺得他這次 這個專輯設計 是真的有用心在做 OK那我們今天開箱最後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喜歡還有訂閱 如果你是必殺的觀眾記得給我們三連喔 那麼 我是Rock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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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